Hello 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花花千天讲的是第56题 Merge Intervals 合并区间 如果是第一次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别忘记先关注我们频道 每周都会有新的视频上传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描述 题目就非常直接的 就是给你一个Interval的契合 然后让你去merge所有就是相交的区间 最后合并完成的话 也是return一个list of collection of intervals 然后这些的话他们是没有交集的 好 照题目呢 其实做法其实他就叫sweep line的做法 扫道线法其实 本质上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样例吧 样例就是给你的是 我稍改一下 稍微变量把它稍微复杂一点 13 26 80 98 如果你把它在数轴上画出来的话 你会发现13和26这两个区间是overlap的 然后80和98这两个区间也是overlap的 然后你最后完成合并之后呢 就是那个1到6 然后是8到18 那这样一个情况 那你其实发现了他就是和我们之前说的那个skyline problem 是一样的 他是那个用sweep line 扫描线法 我要扫描什么东西呢 扫描的是每个区间的那个开始这个 这个地方啊 每个 每个区间的开始这个点 那和skyline problem一样 我们要排序 把每个区间按照他的那个start的排序 排序完之后 我就扫描这个所有的区间的那个起始点 如果这个起始点和上一个区间 是 有交集的话 那我就要把这两个区间合并 就是说当前这个start小于last 小于等于last end的时候 就表示这两个区间有交集 然后我就要merge moji这两个区间 否则的话 没有没有交集 比如说这个 80和这个合并后的16没有交集 然后的话他就是要新加入这样一个区间80 然后的话你会发现9到18和这上一个8到10这个区间有交集 那么他两个合并在一起 唯一的注意力的话就是这个合并的过程 我们这边给例子就是说 例子就是说 他这个第2个区间要比第1个区间长 如果你可能你考虑一下另外一个情况 比如说这个是1到 1到7 比如说1到7好了 1到7 1到7和2到6合并的话 它还是1到7 因为第1个区间你包含第2个区间 所以说在合并的时候要考虑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时间复合作的话 很明确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主要时间复合作是排序 排序nlog 最后合并的话是 空间化的话是 最后的话有可能有n个区间 如果他们都没有交集的话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代码怎么写吧 还是不是很难道的题目 我先看下cdj吧 运行时间12号秒 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 首先你得拍到一下这个集合是不是为空 如果为空的话就直接返回 之后的话我们排序 排序的话我们使用一个lambda表达式 就可以很轻松的对这个vector of object排序 然后我按照的是它的start排序 排完序之后呢 我们就定义了这个answer这个输出数组 输出的数组 它也是vector of object 最后的话我对这个排完序的每个区间的每个区间开始做 做什么呢 就是说检查一下如果这个当前这个answer数组为空 什么都没有 或者说我这个interval的start就是我扫描那个端点 比我之前的那个我这个answer的back就是最后一个元素了 最后一个元素的那个n要大的话 表示说我这个是一个新的区间新的区间的话 我就pushback进去 否则的话我就合并两个区间 合并两个区间怎么合并呢 我们就说看这个最后的元素的back的end 结束点是当前这个到正前这个区间的结束点最后最大 结束点的值和当前这个新的区间的那个结束点的值的最大值 那我们要考虑这种第一个区间已经包含第二个区间的这种情况 这样的话我们就合并了两个区间了 最后的话就返回这个answer就行了 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ython代码就更简洁一些啊 运行现在69毫秒比195多个块 我们看一下 对我们直接定义这个输出数组是那个空啊空数组然后的话我们对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sorted的函数它会返回一个盘万序的一个 返回一个盘万序的列表啊 就是不是inplace排序了 它就是重新拷贝一份进排序 那么我们这个key呢就是用这个x的start作为它的key啊 这也是个lambda表示 用它的那个出时值作为key 那我们盘完去之后就是啊 就是然后就是扫描这个x的start了 和前面是一样如果这个answer不为空啊 answer为空或者说这个interval的start的小语就是最后一个元素的end的话 那就最佳这个interval 否则的话合并合并的话也是一样 就是最后一个元素的end要和当前这个集合的end的区间的end的比较去一个最大值 最后返回就行了 还是比较清晰的老题目啊 那好这老题目的话就讲这边啊 那好不要忘记啊关注我们频道 然后对我们如果觉得我们视频好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啊 然后欢迎大家在那个留言区进行讨论 那好我是花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